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整栋建筑的四个角落装设了四个铁骨 但终究这是一个木造屋 我还是会担心顶和花花草草和盆土 种种因素对房子造成重大的负荷 所以淘土花盆再美 冬季性再加 因为过重 从来不是我选择的对象 我的花盆有九成 都是在一百元商店购入的轻巧塑胶花盆 花盆的深浅 形状 大小不一 有些是从对面超市拿回家的宝丽龙扁方盒 只有少数是到大卖场买来的较大型花盆 在许多人的意识里 深盆最适合玫瑰种植 但在我的花园里 还是有许多建状的玫瑰安居在大浅花盆里 有些时候 玫瑰长大得换盆却没有适合的大花盆时 我会重叠花盆来种植 将圆花盆的盆底减空 叠放在另一个装满八分土的花盆上 玫瑰就可以继续往下扎根了 对于换盆的问题 我个人的习惯是 自己预定好大小的花盆更换后 就不再换花盆 除非植株变弱 土壤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才会从旧花盆里将植株重新挖起 依植株上部残留部分的大小 换小一点尺寸 适合大小的花盆 从新苗开始养起的概念 在换盆两周内千万不能施肥 等待植株开始冒新芽后才慢慢施肥 等植株开始健壮长大后 再渐进地换回大花盆 这几年花园里盛开的金色庆典 这株玫瑰在我的花园待了有二十年 其间有过一次严重的鸡母虫侵害 枝条仅剩不到十公分 根也所剩无几 于是再换回小小花盆重新照顾 如今又回到了往日风华 选择适合植株大小的花盆 真的很重要 关于玫瑰只换土壤 不换花盆的种植经验 在两三年前分享过一次 就在这里重新分享 因为顶楼的大型蔓梅实在不少 想一个人换花盆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对于生长状况不是很好的植株 在寒冬生长趋近停顿状况下 进行只换盆土不换花盆的作业 首先是被土的工作 为活化土壤增进根系的成长 多混些腐叶土并混入 栗状的沙虫籍 做法是沿着花盆边缘挖一圈深沟 尽可能越深越好 将杂乱的部分旧根剪除 最后将被土填入浇水完成 第二年春天 玫瑰的根又有了新的生长空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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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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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